崔永远在爆黑幕直指《大轰炸》是贪污和分赃的故事。 7月8日,中国央视前主持人崔永远再次发声,这次爆出即将在8月上映的电影《大轰炸》是一个贪污和分赃的故事。 此前,崔永远爆料说《大轰炸》是大欺诈。该部电影《四方合作》,其中三方汗烙保收。 承担风险的这方就是手拿上海老百姓血汗前的甲方。 崔永远7月8日在微博上称,简单说,邵永华是大欺诈的主要智慧。 快录的10亿元打到和合影视账上由他管理。 后来江海洋又亲自管理过和合影视,而上海南国影视也是江海洋参与的公司,北京原画影也是导演肖峰参与的公司。 原定8000万的投资,15亿都没够。 他还在微博中指出,邵永华不但抓不到各方人士,包括警方都不敢或不愿提他的名字。 你们猜这是为实吗?大轰炸无非是一个贪污和分赃的故事。 崔永远自5月以来不断爆料娱乐圈的黑幕,更指电影《大轰炸》是挥霍上海民众的血汗钱,只指大轰炸是大欺诈。 崔永远7月2日还公布一份在2015年3月1日签订的影片《重庆大轰炸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其中,甲方为上海和合影视投资有限公司,以方为上海上影南国影业有限公司。 崔永远表示,大轰炸四方合作,其中三方汉烙保守。 承担风险的这方就是手拿上海老百姓血汗钱的甲方。 这还不叫大欺诈?那什么叫大欺诈?曝光的补充协议显示,甲方享有本片在中国大陆及海外全部发行收益的权利。 各方同意,无论本片盈亏,乙方、丙方和丁方分别按照其总投资额享有15%的固定回报收益,以下称固定收益及各自总投资额乘15%。 各方认可,本协议向下乙方、丙方和丁方的投资成本及固定收益的回收方式由甲方与乙方、丁方和丁方另行协商确定。 未免其义,乙方、丙方或丁方如有依据本协议约定而取得的发行代理费收入不计入期中。 6月23日再公布三份大轰炸合同,其中晒出一张大轰炸电影签约范冰冰的合同。 崔永元称,这部大轰炸电影围绕着范冰冰签署的片酬高达8000万,而范冰冰告诉崔永元三天她只拿了2000万,另外6000万范冰冰表示不知情。 崔表示,这个公司号称三亿拍了大轰炸电影,你们花10亿都不值好吗? 合同没见到10亿花费的去向,但其中一份合约内容摘要写有电影大轰炸聘用演员范尾担任剧中角色,金额500万,并有图章及上海和合董事长江海洋签名。 崔并表示,这些钱都来自老百姓购买的理财产品,因此扯出了涉嫌集资诈骗外逃的彭宁达、施建祥等人。 彭宁达所牵涉的案件指的是原快乐集团老板施建祥及资券款潜逃美国。 施建祥是原快乐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其成立的大荧幕公司曾是大轰炸的制片与发行方。 快乐所投资的叶问三更是直接导致快乐资金链出现问题。 叶问三上映前,快乐集团爆出将票房资产证券化,以票房收益的预期从旗下BRP、众筹平台等渠道筹集了天文数字的资金。 2017年1月,国际刑组组已对施建祥发布红色通缉令。 以二战题材的电影《大轰炸》将于2018年8月17日在中国上映,这部影片可以用众星云集来形容该片有范冰冰、范伟、谢霆峰、宋城县以及刘烈和布鲁斯威利斯等众多的明星门加盟。 7月3日发布的最新海报订单海报里面还有范冰冰的名字,在最近新的海报里竟然没有了,由网友猜测范冰冰遭到了封杀。